詞曲 李宗盛 現在政府建了不少插針式樓宇 而當中的配套貼司也欠奉 請問政府如何在增加土地供應的同時 土地房屋供應的同時 也確保市民的生活質素呢? 你說對於住在附近的人 會不會有影響 可以這樣說我們盡力減少 但絕對沒有不敢說 有時真的會有影響 甚至有時會有一些景觀上的影響 但一定不會說 譬如交通搞不定 供水排污搞不定 空氣質素搞不定 我們都堅強做 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在這裡也想大家明白 就是看著有二十多萬戶的人 在等著上公屋 還有這麼多人住在劏房 我們是不是都可以接受一些 生活質素上面的小小不方便 就讓那些人可以早點上樓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抉擇 希望你體諒 短中期裏面要很快地找到地去建房 我們主要是靠兩個辦法 一個就是看一下有哪些地可以改造住宅用地 另一個辦法就是增加發展密度 在做這兩樣工作裏面 其實在政府裏面跨部門的同事 規劃處、運輸處、環保 幾個部門還有渠務處 幾個部門都要做一些評估 要確保 加了那棟樓下去之後 對於那一區 是不會造成一些不能接受的影響 這樣才會做 而這個改劃工作也需要經過承規會 在成規會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去把關